是同一个指法 它那个刮揍的书写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呢 有很多种 那么其中看到的一种 看到没 其中看到的一种 是这种 就是你们的乐谱 于诸唱完第三页 第四行 最后一小节 看到没 最后一小节 是不是看到有两个箭头 一个朝上的一个朝下的 对不对 一个朝上的箭头 一个朝下的箭头 对吧 能看到吧 一个朝上的箭头 一个朝下的箭头 看着你们的区谱 然后 朝上的那个箭头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是十指挂奏 你自己用笔记 做一下笔记 写一个十指挂奏 写一个十指挂奏 自己做笔记 记住 这个箭头的意思是十指挂奏 然后它那个箭头写的是直线 有的是简实 是写的曲线 是写的波浪线 然后标波浪线 然后往上走 也叫做挂奏 只是书本印刷体不一样 但是大部分会写这个箭头 大部分会写箭头 然后十指挂奏 这个箭头肠上是十指挂奏 自己写十指挂奏 箭头肠上意思是十指挂奏 那我们这个挂奏用右手练习一下 用右手练习一下 它从哪里开始弹 弹到哪里结束 上面我给你标了很清楚 背低音骚 箭头指向高音都 看到了没 背低音骚 箭头指向高音骚 高音骚 然后十指从背低音都 背低音骚 十指 走方向 右手十指走的方向 离前两四指的距离 走直线 离前两四指的距离 走直线的没 这个右手是走的是直线 十指从背低音骚 你看我的挂奏是怎么弹的啊 听 速度非常慢 我是用莲默的方式弹出 从背低音骚开始弹 撒拉 倒 软 右 撒 拉 倒 软 米 撒 拉 倒 等没 这是 刮奏放慢的速度 就是连模 对吧 刮奏放慢的速度 就是连模 那么你又练 你练刮奏 你就用练连模的方式进行去练刮奏 为什么让你练连模 因为 你速度一再加快 你的花质容易变成 你的刮奏就变成这样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是每个音大大大大大大 像那个流水一样 每个音颗粒感非常强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要用连模的方式 把你的每一个音给它弹奏清楚 速度放慢 连模 弹奏清楚 然后 在这边 我跟着我一起练练 从背低音骚 速度放慢 连模 把每一个音弹清楚 食指第一关节 你不要变直 变直 看到没 这样 就是你的食指第一关节的方向 是什么 第一关节就注意的问题 你在刮奏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个手型 有的方向是平的 我们要稍微 食指第一关节 稍微微突 看到没 立起来 与这个琴弦 大概琴弦 大概有四五度加强 他把一个琴弦贴在下一个琴弦上 他把一个琴弦贴在下一个琴弦上 这么走的 你千万不要 只是表面上面蹭过一下 这样一一是弹不出来的 我们先把这个琴弦弹出来 弹出来 再弹出来 不一样的了吧 不一样的 没办法 你就这个食指关节 千万不要折指 这要折指 你再弹做的话 不要手指 不要收得太平 稍微 没 手型的位置 然后食指弹完骚 弹 食指弹背地音骚 我们跟着一起训练啊 食指 走直线 就走实线 离前两四指的距离 右手食指走直线 离前两四指的距离 走直线 从背地音骚 跟着我一起 训练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讲了你把这个细节 给他注意到的 你刮足就刮好听了 清楚了没有 来准备 OK就到这 我们就走到背高音 都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一次 这个记住啊 这个是食指挂奏 食指挂奏 清楚了没 食指挂奏的话 它会给你大概写一个位置 但不具体 老师他写的背地音骚 我弹到背高音 我弹到背高音 是不是 我弹到高音 是不是就错了 不是的 刮揍没有个具体的 没有具体的哪个音 只是大概这个范围 就可以了 清楚了没 但是我们刚开始初学训练 就从背地音骚 弹到高音 到 你速度一旦加反 你多弹一个音 少弹一个音 都无所谓了 清楚了没 那我们训练的话 主要是把这个手指的力度 给它训练出来 就每个音都要弹出来 而不是轻轻 就是一个波 就成这样 我们要的是 没有啊 这种给能量 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以练连墨的方式 进行练习呱奏 连墨 速度不要慢了 把每个音弹出来 然后速度加快音 它每个音就出来了 很好听 那么再来一次 从背地音骚 食指 注意手形 琴弦 只大于琴弦 大概琴弦 45度 弹完一个音 贴在下一个音上 速度放慢 音弹清楚 就这么简单 准备 看我的手形 是微收的 有的宝宝看它刮走 手翘得老高了 手翘得老高了 你要是翘高也行啊 有的玩好 有的时候左手也是刮走 也是翘起来的 就比较好看 翘好看也行 完全都翘起来了 你刚开始练的话 可以微收点练习 微收练习 但是如果说刮走的话 你可以进行伸张 但是不要翘得太高 整个手形要注意一下 那么刚开始 以标准的一个动作 进行训练的话 是食指微收 食指它做到 猪指 无眠指 还有小指微收 大指往外打开 进行这样的一个手形 手腕微体 不要压弯啊 你千万不要压弯 整个巴着轻起来 手腕微体 放松 放松 小指低关节的力度崩准 然后我们再来一次 不难吧 很简单 你要把音弹干净 弹清楚 首先保持好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刮走 只不过速度放慢了 就用联摹的方式 用联摹的方式进行弹奏 弹奏挂动 老师有拍的指甲吗 有 你需要联系客服 保保 联系客服 联系客服就可以了 保保图归 再来一下 准备 走 好 再来 好 再来 好 再来 比较简单 对吧 我们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 准备 for 二 险 VIN 367 给辨онь便 用锅 electrone 吃饭 但是 可以 你 那 你 给辨 打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我们的速度再往上提升一点点 但如果老师我的速度有点跟不上 容易滑 OK 那你就是知道这种练习的过程应该怎么一点点加速度 如果说老师一加快我容易滑 滑不稳 那是因为你练的不够多 然后你只需要慢慢的 你只需要就刚才那个速度非常慢的进度多练 低变的速度进度放慢多练 然后你自然而然速度就加快了 就是这是一个过程 你的过程是这么走过来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然后我们再稍微加快一点速度试一下吧 准备 走 físal falar double mi sada do 再来准备 走 salar do mi sado mi sada do 再来 aid说我都的 mi sada do 是不是差不多就大大大大 大 每个音都很清楚 然后我们这时候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 这就是挂奏 就是一幅连膜练起 每一个音弹干减弹清楚 然后慢练多练一点点加速度 把它每一个音弹出来 什么叫弹出来就是弹完这个 这叫弹的 这是弹出来的 那什么是滑出来的 在上面滑了一下 这叫滑出来的 你这是滑出来的 对 那么速度一加加关系变成 我们要的是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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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起音色不好 是因为你的手上的力度没有到位 没有把他的音色给他弹饱满 其他的音色都非常好的 你把它弹饱满的音色也认 这我听着很好听哦 你弹饱满的和这种 这是飘过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感觉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很大的一个区别了 对吧 那你的好听的 老师我弹这个曲子 怎么没有你弹到好听呢 这是个细节的处理 你弹的每一个音是不是弹清晰了 你的每一个字是不是讲明白了 对吧 这也是一样的 你每一个音是否给 给关注呈现的清晰度够不够 这就是挂奏 十指挂奏 速度放慢 就这么练习 那么接下来练大指挂奏 那往后看到没 那个渝州唱完第三音二第五行 最后一小节 不是有两个箭头吗 第一个箭头是箭头朝上 第四是十指挂奏 写的位置给你写的很清楚 背低音骚走到高音兜 背低音骚走到高音兜 这是大概的位置 练习的时候你以这个标准为练习 明白了 必练练习的时候以这个标准为练习 那么接下来 第二个箭头是箭头朝向 箭头朝向 这时候我们用到大指 用到大指 大指从高音兜 看到没有我写的很清楚 从高音兜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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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指 从高音骚往下走 大指从高音骚 看到没 大指从高音骚往下走 听一下 这时候是箭头朝下 这时候是箭头朝下 意思是大指往 我大指往 低音不分走 换 换 换手指了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大指挂走了 箭头肠上是十指挂走 十指挂走 箭头朝向是大指挂走 大指头高音骚 骚 密 练连拖 这种方式进行练习 我们都练过连拖 第三节课是第四节课连拖 很简单 对吧 很简单 那我们这时候连拖 加长了 圆的连拖也就三了 我给你解释 这是我们加长了 骚 咪 咪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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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个骚 从高音骚走到低音骚 然后它上面是不是写的中音兜 是不是写的中音兜 你可以把那个中音都给它改一下 从大指从高音骚走到低音骚 从大指从高音骚走到低音骚 我们再来一次啊 准备 骚 弹出来 咪 弹出来 拉 弹出来 拉 弹出来 骚 拉 再走两个前线 拉 骚 这是大 大指连拖 大指连拖 速度方法就叫做连拖 那么速度一加加快它就叫刮走了 那我再来 速度方法把每个音弹出来 你千万不要 这就飘了啊 对 高音骚走到低音骚 你把那个都给它改成中音 改成低音骚就可以了 改成低音骚 自己改一下啊 自己改一下 然后 再来 弹出来的啊 还有要注意你的刮作的手型是什么呢 我们 手指看到没 大指往上伸开 你千万不要捏着 你的大指指根 不要捏着 不要捏着 往前推 手掌伸开看到没 手 对着往前走 看到没 是这样的一个姿势进行走的 倾斜45度 往前走 往弦下压斜 这是弹出来的 你拖是弹出来的 他没来 千万不要 手这样 姿势是错的 这样的姿势是错的 你在弹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姿势 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姿势 是这样一个姿势 千万不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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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往后撤 手指往前 这样的姿势是不对 你这样的话容易推 这是推的 然后我们的手弦是什么呢 你这大指贴在高音扫上 把这个虎口张开 首先变成这样 四指朝前 四指就相当于 四个手指是 拉着大指往前走的 四个手指就相当于是 我这四个手指是 拉着大指往前走的 你千万不要 用手推着 推着大指往前走 就相当于 是四个手指拉着往前走的 看到没 这么走的 你千万不要 你千万不要把他的大指放在前面 明白吗 大指是放在 十指的后面 手往前 大指往 大指往后 不要把大指往前 手往后 这个位置就不对了 清楚了没 明白了没 然后你的手型 在走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一个手型 自然伸直 不要打弯 很多娃娃在 谈这个刮手的时候容易打弯 还有音容易飘 就是伸得太直了 伸得太直了 伸得太直了 就飘过去了 就飘过去了 没有吧 我们练连拖 还是练连拖 只要你连拖 认真练了 这个就没什么难度 让我从高音骚走到低音骚 自己把那个都改一下 准备 好 再来第二个 准备 好 好 好 再来 第三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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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难度吧 反正音一定要弹 清楚你不要 这就飘了 这就飘了 大指小根要蹦住 再来一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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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再来 一次 好 三 八 三 三 三 四 三 四 四 我们把这个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 稍微加快一点点 不要加太快 不要加太快 一定要保证你的每个音是弹出来的 很稳定的弹出来的 听 再再第二遍 再再第三遍 再第三遍 好 我们再加一点点速度 再加一点点速度 要准备 好 再加 再再来一次 再加 再加 figuring this way 好 穿一下速度再稍微加快一点点听 Hat any one 第二遍 再谈 再拉 加快一点点赞 就很简单 这就是滑奏 不难一点都不难 明白的宝宝扣一 然后我们把食指和大指给它连贯起来 食指和大指给它连贯起来 然后老师谈的是低调 大指瓜奏和花指有什么不同啊 瓜奏我们谈的琴弦比较多 它一般都是箭头的写法 没有具体的位置 花指一般都是三到五根琴弦 谈法相同 就一个音多一个音少 花指三到五根琴弦 瓜奏的一般都是七八根 九根甚至十根 甚至十一个十二根都会更多 一般长一点的话 我们都变成瓜奏了 一般短一点三到五根都是花指 明白吧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 这个瓜奏 你看到没 这么多都会 你太小巧了 我们直播间的宝宝 我们直播间的宝宝都可以听得懂 OK 我们把食指和大指连起来 食指和大指连起来 食指从背地音骚 开始走 走直线 大指喊回去还是走直线 来准备 走 食指啊 食指背地音骚 三 拉 都 来 米 扫 拉 都 来 米 扫 拉 都 还有大指从高音扫 换大指这时候十种弹到高音扫了对不对 收起来接大指接高音扫 扫 米 扫 都 拉 扫 米 扫 都 拉 扫 好 是不是接上了 接上了吗 然后这是这是第 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虞猪穿法第三页 最后 到第五行 最后两小节 食指弹完大指弹 然后再接下来 下一行 是不是又该接 箭头长上了 又该接食指了 又该接食指了 还是从背地音骚 还是从背地音骚 然后接 扫 最后一个刀弹完之后 看是不是有个上滑音的箭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右手食指弹完高音刀 弹起来 左手要上滑刀 按下去 按下去 左手要上滑刀 对不对 这时候左手要上滑刀 就最后一个音要上滑 最后一个音要上滑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是这个刀弹 就是这是这个刀弹 OK吗 对吧 那我再来一下 食指被电骚 准备 走 食指被电骚 接大指 大指接高音 然后再接食指被电骚 然后再接食指被电骚 上滑刀 都做什么要上滑 OK吗 好 我们再来 再来 这是刀弹速度比较慢的 然后我们来这样子才走 背地音骚 上滑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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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 比较简单 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 食指被电骚 了解呢 再来 我据他 打指红高音 上滑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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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上滑刀弹 那滑刀弹 过来 快一点 上滑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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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着不动 好 好 再来 一次 准备 准备 阻 山滑刀弹 , ostat from way tołyimi aid now One bit to your son The fizzards into way tołyimi aid now One bit to your son Do you see how it wipes away now Coming up to the 04. A bit deeper One bit to undone, a fortuts Перed in Weilimi aid now One bit to your son One bit to your son Le, Mic, off. LE, La, Mi, La, Si , ye're the loít well in this rap song 劍纳了 德最后的这个L多稍微慢一点 然后再来 准备 over the land Le, Abramand, off. De, Abramand, off. Rat만, off. PE, Rak, steak, stell the loít well in this rap song I'm somek, off. Rat mini pow fall in this rap song cellular瘦 mystery ved see you that's cold in this rap song 好 我们速度还可以再提快了 如果说老师我一提快我觉得瓜子我不是特别稳 音色听不清楚 那你速度放慢练习就ok了 让我速度稍微提快一点点 SALA DO RAY DE E SALA DO RAY DE E SALA DALA DE SALA DO RAY D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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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A DO 上滑 好,再来背腻的手 上滑,没有问题吗 然后再来速度,最后一遍 加快一点点 OK吧 这个是我们的刮奏 然后当你刮奏挂起来的时候 就成这样 就是声音,大大大大大 连贯起来就是声音很干净很清晰 这是刮奏 刮奏 清楚了没有 明办的宝宝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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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今天讲的刮奏 今天讲的刮奏的问题 然后我们前面接一下 接一下 明办的宝宝扣1 然后我们从 《余中唱晚》第三页 第五行 第四小节 哦,第四行 第四行第四小节 骚骚骚,勾扣拼 我们的事 最后倒数第二小节 第四行 倒数第二小节 骚 上转 倒在第一多少 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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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后背有个花指 这个花指大概从高音都开始起 距离画几个前行 你就画到第一骚 自己可以做个笔记 大指从高音都画到第一骚 高拉扫 然后十指接 开始接 刮奏了 那这个花指和这个后背的刮奏 有大概有个什么区别 就一般的花指都不要短一点 三道根前弦 那我们这个地方大概起的位置是从高音 高音 高音都或者中音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们大概固定一个位置 固定一个位置 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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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指从高音都开始起 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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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樊 上樊 这是个速度方式的过程 终止 无名字终止 adいい 然后大致从高音 这个花质大概的位置 你从高音到低音骚 老师 我必须一定要从高音到低音骚的 你刚开始慢点的时候 可以大概这个位置 具体多弹一个琴弦 少一个琴弦都无所谓 你可以从中音 你可以从中音咪 可以中音骚 中音浪 都可以 三到五根琴弦 或者是说七根琴弦 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一两根 那太短了 你不能从背高音到 那太长了 就是五根琴弦 七根琴弦左右 大概 明白吧 刮揍没有 刮揍花质 没有具体的范围 但是有大概的范围 多一根两根 都无所谓 OK吗 来 再来一次 食指从背叮 中指钩 中指钩背叮 扫 扫 扫 大指从高音到 托 托 托 食指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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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完 好 知道怎么练习了吧 知道怎么练习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示范一个正常速度的 正常速度你应该 至少要达到什么速度 前面我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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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瓜子要结束的时候你稍微见慢一点点 感受一下就是整个过程你都知道怎么走了 剩下的就是按照方法多练把音弹干净 然后慢慢慢慢你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往上走了 千万老师我看你弹的可快 为什么可以弹快 你弹了之后就为什么 很多人弹的问题是这样的 老师你看我弹的 瓜子很好奇 但没用弹出音 没有弹出音 音是飘的 明白吧 音是飘的 我们要的是 扫扫扫大指 十指 扫大指 十指 渐慢 抱抱 就跟人感觉不一样的对吧 你要大大大大大大每个音弹出来 这是我们七号成宝宝 对吧 理解了没 理解的宝宝扣1 理解的宝宝扣1 就知道这个练习的过程是怎么练习的 然后加快就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加快 加快 加快就是要告住你 顾住你的音要谈干净谈清楚谈清晰 清楚了没 对吧 老师 哎呀我都总感觉不好听 哪不好听啊 哪不好听啊 到底规矩在哪不好听呢 你的每一个音 刮揍的每一个音 花指的每一个音都影响着你的乐曲的好听程度 清楚了没 不要去大老师 不就刮作吗 你一刮就那样回话 为什么就这样 你有没有慢练 有没有慢练 慢练的方法交给你了 对吧 你应该怎么把你的每一个手指给它弹 把你的每一个音弹清楚 方法交给你了 你知道了 你只要按照这种方法 多练习 就OK了 对吧 没什么问题吧 然后 嗯 我们分段练习 今天就讲个瓜奏 今天就讲的一个瓜奏 就讲的比较 啰嗦 就讲的比较啰嗦 OK吗 这些就讲到这儿 今天就讲到这儿 然后 嗯 往后讲 往后讲吗 想想往后讲吗 嗯 我可以往后讲 嗯 想往后讲的话 我们再花三分 三分钟 把后面续说 不知道 我说的太快的话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明白 说的太快的话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明白 就是再往后走 我们的瓜奏都 讲完 讲 今天讲不完 因为还有个问题 还有个饭音的问题 你们听不懂 嗯 至少要花20分钟再给你讲饭音 明天讲 终止沟 再往后走的啊 第五小节 第五行 第二小节 然后我们这首瓜奏都过来 这首歌 上滑 按着不懂 中指钩 大指托 中指钩完 三 大指托 三 二 看上面有一个 我标记的啊 你跟更改那个版本有一个 自由延长符号 中指钩 中指钩完 三 二 三 我可以四五延长 等他的余音没了 我再弹 中指钩 到 大指弹到 上滑按着不动 中指钩 上滑 中指钩 上滑 中指钩 三 二 大指托 二 二 大指托 柔弦 听余音没有了 中指钩 刀 大指托 刀 上滑 中指钩 按着不动 左手起 掃 弹 拉 上滑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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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余音 没有了之后 我再去起下一个音 就自由演唱 大指弹 上滑 咪 咪 咪 中指钩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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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得不好扣音 最后这一点 不难 没有节奏啊 慢一点 慢一点 其实你们速度慢一点 OK了 慢一点就可以了 慢 你看他写的非常慢 写的一个慢字 然后 慢起 渐快 其实 就是慢起渐快 就勾托勾托 前面的话有这个基础 这一点都不难 让你听一下这一句感觉 这一句的感觉啊 这一句感觉 3 3 扇音 中指勾 高 高上滑 3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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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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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3 2 3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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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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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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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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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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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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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